一邊打包一邊到處無奈 9月25號是大直民宅倒塌戶 安置旅館的最後期限 原本住在大直街 走14巷一樓的左先生 一早就起床準備拜倒新家 提著大包小包走近暫時的家 左先生花了半個月的時間 才找到滿意足屋處 如今才終於能夠安定下來 昨天電視台來裝電視的時候 電視一有電視的時候 我們家可能就說 哇 有家的感覺 終於好像安定下來了 都發覺統計25戶受災戶中 有12戶選擇到南港 積合三期中繼住宅 3戶到台北橋連開宅 其他則是自行租屋 雖然新家有了著落 但賠償問題還是瞧不攏 機台說是賠償 所以超過50萬的部分 我還要舉證 我根本沒辦法去舉證 我東西都在地下室都淹掉了 據重建新進展 北市府雖然提出公辦都根 還說要排除機台 但進度卻是非常緩慢 對 現在只是說要拆 市政府你的步伐要快一點 趕快讓我們知道說 公辦都根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否則機台永遠在 搶在你前面一步 然後就把大家洗腦 大直倒塌民宅周圍 上午有工程車進駐 工人開始架設圍離 倒塌尾樓原定在25號要拆除 但台北市政府建管處 臨時喊咖 原是機台提送的 拆除計畫書被退回修正 等待機台重新送審通過後 才會進行下一步拆除作業 住戶們何時能夠回到自己安全的家 依舊遙遙無期 繼續黃偉套黃人通報道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